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国民度都很高 所以关于两个人的事情 大家都很关注 自从谢娜官宣二胎之后 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营业了 作为高龄产妇 谢娜生孩子自然会对身体有一点影响 近期有关谢娜已经成功产下二胎的传闻很多 但她本人并没有做出回应 此前还有网友筛出谢娜与张杰一起出门的照片 疑似已经生产 张杰是宠妻老公 停工数月陪伴老婆生产 近日张杰7月份工作形成表曝光 一次陪伴老婆生产后 张杰开始专注工作 不得不说 张杰确实是圈内不可多得的好男人 在老婆需要时 可以选择暂停工作回归家庭 照顾谢娜及孩子 她妻女照顾好后再继续打拼事业 两人都为了小家共同努力 那大家最关心的 还是谢娜什么时候付出 最近有消息称 芒果的口碑综艺 《欧迪哥神》第三季度即将回归 宣传海报上 赫然写着太阳女神谢娜的名字 快乐大本营的八月牌版表上 也已经预排了谢娜的名字 包括嗨唱赚起来在内的三档综艺 这也让粉丝激动不已 看来那姐早已为自己的复工谋划好了 大家也只需耐心等待一下就好 声明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果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谢谢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